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兄妹生存第21集 今天我们准备去把阿龙打了 但是家里出了南京石,啥都没有 所以我被安排来收三款小麦 哥哥去收集火种和曙光石块了 这小麦还是一如既往的麦呀 这都多少天过去了,还没吃熟多少呢 我只能熟一点,收一点,再重一点了 打完龙我们得想办法,让它快展成熟 还等着做牛吃鸟呢 从黎明干到半夜三更,总算是凑齐了三组啊 哥哥,你那边怎么样了 好多好多怪呀 不怕,我马上过去支援 不用不用,我干完了 那好吧 回到家,做出荣言号角,又把鲁修了修,出发 哥哥这么着急的吗,已经召唤出来了 好家伙,飞这么高,我都打不到了 这家伙追我呢,别急,我把他引下来 那我还是张望个坐起吧 诶,他怎么在转圈圈呢 疯了,疯了呀 可惜我只有一个后肩背包,不然一定得让他尝尝能量剑的味道 不怕,你的愿望哥哥来满足,过来呀,打我呀 嘿嘿,他果然被吸引了过去,我又可以躲在背后放冷箭了 嘿嘿嘿嘿嘿 哎呀,越打越没意思了,他都看不到我 我又被无视了,讨厌得很 嘿嘿,他终于发现我了 哎,不是,我这么大一活人站在这里 你不知道哪爪子抓我一些 你一抓我不是没了吗 哥哥,你是不是把他脑子打坏了 娜娜,你看,他这样了都不知道抓 说得不错,他可能还没睡醒吧 我送到他面前了也不打我 可不是吗,打得超级没成就感 嗯 哎,他知道打我的耶,估计被气的吧 哎呀,没了呀 哎,我终于见到星星了 嘿嘿 那我就放心了,等着你又跟我闹 我什么时候跟你闹了 这个人实话不讲证据 不跟你说了,我要挖点星的线回去 回到家,把星能矿放进自动熔炼炉 哥哥说家里太黑了 于是我们又在基本下买了点星光包子 哥,我们的小麦脑长不大,怎么办呀 哎,小麦不成熟,我心也难安啊 可能最近雨水太少了吧 女心难安,我信你个鬼 之前我就说要挖水坑你还不让 哎呀,我的聪明才智就被你生生给压下了呀 这一回你可别用青云烟花来糊弄我哈 靠天吃饭什么的,一点都不靠谱 嘿嘿,之前不是怕你累着吗 那你挖坑,我就来放水吧 有了水的滋润,小麦吃收的果然快了很多呀 哥,我们终于有资料喂牛了 三十五代呢 啊,这么多,我这还有点小麦 哇,又能做八代了,这一下有四十多代了 走走走 这牛怎么卷卡这儿了 你等等,我先把它们弄出来 我用资料吸引一下 哎呀,这牛报复性太强了 终于停站了 给他们喂一下资料 哎呀,不太好放啊,放不下去 还是用这个吧,平均一点 分放进去就行,我来拆,我来拆 哎呀,这牛怎么又打我 妹妹,赶紧把他们吸引走 哥哥,你可得跑快一点 不能让他们撞在你身上 咱们就这么几头牛 撞死一头可就少一头 啥,哥哥,我在你眼里还不如一头牛重要 哎呀,那个,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气死我了,牛恨我也就算了 连妹妹也这样 我要回家疗伤 我知道他是为了消除牛仔绸混质才回家的 但是这话还是让我心里哆嗦了一下 别哆嗦了,快来放资料 好的,一个弄斗里放个十来份 你看,他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 就多了好几头牛呢 两牛场到今天为止 才算是大功告成了 但是我这哥哥又被刺激到了呀 我得赶紧带他上去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 好